其实我也是大连 我出生在大连 但是我一整天的发言都是用普通话 那我也就不用大连话了 当然也好多年没在大连 我93年离开了大连 没想到30年以后还可以回到这里做分享 就是感谢主办方 感谢蔡老板 但是呢 讲个小故事就是 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会议的日程表上面的演讲者是我的同事 不是我 这有个小故事 因为我一开始要跟蔡老板说我来讲的时候 蔡老板diss了我两点 第一点他说这个会是一个年轻人的会 你这个年纪大的人就别来捣乱了 第二个是他说这个是一个技术的会 因为我平时在外面到处招摇撞片呢 讲的都是开源软件的文化历史 确实不太讲技术 那么他可能认为我完全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个场合 那我今天呢 来试一下啊 这个虽然确实已经年纪不小了 我今年50岁了啊 还在这个台上会这样的这个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做开源有多难啊 肯定是没赚了钱啊 今天的部分大概就是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是讲一下我们整个做数据库跑在容器里 现在叫数据库跑在K8S里 或者叫数据库跑在云元兄的这个技术平台上 实际上我们真的做了十年 一开始我起这个演讲的题目的时候 我说这个所谓的数据库云元兄的 这样的一个十年探索的道路 这个主办方说你别说扭了K8S都没十年 那事实上呢真的是已经十年了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啊 那待会我到那个时间线的时候就给大家讲一下 呃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呢 到了今天我们要做介绍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这个平台呢要讲成 这个数据库云元兄服务平台 但事实上在很久以前最早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想做一个叫DP as Service 数据库技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PASS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到了Docker出来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把它又叫成叫数据库云元兄服务平台 到了K8S出来之后直到今天为止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讲云元兄了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讲成叫数据库云元兄服务平台 过两年如果还有更流行的这个定理出来的话 我们可能还得改 呃那它的这个除了它是跑数据库以外 呃另外呢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服务金融行业 所以呢必须要在多个数据中心 要能够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度 所谓的什么 呃异地的这个灾备啊等等啊 就是这些方案呢都需要能考虑到和监护到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容纳的种类呢 简单一句话就是只要是开源的数据库 基本上我们都能大管 啊 那么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 Oracle我们不管 Db2我们不管 微软的SQL Server不管 现在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十年的这个探索的道路啊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Docker的公司 尽管Docker这个公司的这个改名字呢是在2013年当年自己改名字的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们当时是被零年要求要做DbS Service的产品的这个原型的研发 呃一开始呢我们的工程师呢拒绝了 说这个事还太早啊做不了 呃那么我呢应该是这个做业务 啊不管甲方说啥我们都得答应啊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项目接下来 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硬着头皮做 硬着头皮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当时的这个CTO呢 就做了一个现在回头来看还是非常英明的技术的决策 就是我们做DbS Service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说不准备跑在虚拟化上 我们尽可能的想办法去找别的方案 后来我们就呃因为我们是长期做一些操作系统的服务的 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年代呢确实就是使用了Linux操作系统的C Group这个技术来做资源的隔离 所以也很巧合的就跟Docker后来的技术的这个底层实际上是相似和相近的 那么呃到了2013年的年底和2014年的年初的时候呢 就已经听说有Docker有公司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再去做这么底层的这种封装了 我们也做不好做不到它那个程度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Docker 但是实际上但但实际上我们在2015年要给银联真的去上生产的时候呢 这个客户啊当时很犹豫 他说Docker是一家太新的公司了 呃这么新的公司在我们金融行业一般我们是不会选择的 呃他当时呢去请教了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阿里啊腾讯啊 因为在201314年的时候呢正好是所谓的这个互联网比较牛逼的时候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奖特奖去LE 啊那么这个客户呢就是听了这个阿里啊腾讯员 他们说他们就是用这个叫LXc的就是Linux的这个这个C国库这种container的技术不用Docker啊 那我们还是花了很不容易的沟通大概也得几个月 终于说服了客户接纳了Docker 所以我们我们实际上回头去看的时候 在每一个早期的时间点你要做出一个新技术的选择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容易啊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2013年到2015年之间呢 其实都是在给银联的实验室真的只是做一些所谓的原型的研究和开发 上不了生产 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 是因为又碰到了一个契机 因为银联已经在内部做了个决定 以后就只用开源数据库了 用MySQL的数据库了 就绝对不用商业的数据库了 这当然也受了当时的这个QIOE的这个背景的影响 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 当年为他们做的这种研究性的项目呢 要变成上生产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呢 就要帮这个客户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出现一个难题 就是虽然有了容器的技术 但是容器的编排和调度 在那个时候也很麻烦 我们要在三个当时的比较火的技术里面做选择 Docker Swarm Methos 还有今天已经成为标准和王者的K8S 但是在那个年代 K8S非常弱 在这三个里面我们是把它排在最末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只是一个谷歌放出来的玩具 不足以能够被信任放到金融行业的这个生产中心去 Methos呢在当年非常火 我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DCOS 数据中心操作系统 如果大家一路关注过这个容器的发展史的话 肯定还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曾经我跟一个阿里的做架构的一个老师聊天 他就斩钉铁铁铁跟我说 Methos肯定是未来做容器编排调度的标准 但是幸好我们的CTO当时也很英明 放弃了这个选择 我们选择的是Docker Swarm 但是现在Docker Swarm也已经没有人维护了 这点是没有想到 因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正在来讨论这个看人社区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跟社区运营 社区斗争有关的话题的时候 这段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历史 就是Docker这么火在当年 最后是怎么被干掉的 其实Docker今天的下场还是蛮惨的 今天在会场外面聊天的时候 聊到说Docker现在到底日子过得怎么样 其实过得蛮差的 他错过了几次好的收购的机会 微软差点要收他 他不可能 现在好像是在Maritus Maritus 大家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Maritus是上一个比较火的 爱死的云技术的 OpenStack的 当时最牛逼的厂商 但是这股风过去了之后 Maritus也已经不成了 所以就变成了两个 应该是 开玩笑说是两个loser 爆团 但是在那个年代 2015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选P8 因为P8实在是 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简单和简陋的 所以呢 而且我们是在数据库场景里面 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选择他 所以我们在当时选择Doctor Swarm以后 甚至到今天为止 在迎联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容器的集群 规模是非常大的 大概有二三十个集群 每个集群的服务器数量大概是500台 所以说这个大概有 现在已经有一万多台物理机在跑容器 而且这些容器里面只跑数据库 不跑无状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如果研究容器和研究P8S 研究医院生的这个朋友们 肯定会听说它只适合跑无状态 不适合跑有状态 所以到今天为止 可能虽然有些人已经开始出来寻找 说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是能够解决数据库跑在容器里的 但是这种数量相对是比较少 还是比较少 那我们呢真的是 选择了比较狭凤的一个市场 然后闷着头做了十年 所以今天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十年过程当中的 这个点点滴滴 当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先解决了我们数据库怎么容器化 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得自己去解决数据持久化 在金融行业里面 由于对数据库的应用 还要做网络的IP的固定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 在早期的跟容器相关的社区里面 都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我们都是只能自己想办法 用各种各样的 应该说现在回头来看 是比较曲线的办法 或者说是跟社区有可能是违背的 因为在整个社区里面 长期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呢 都是在解决无状态的应用的管理 没有什么方案是解决有状态 所以我们的很多做法 看上去跟社区还是对干的 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方案呢 相对就比较成熟了 然后有一些大的 其他的金融的这个客户呢 也会来找我们 比如说工商银行 宇宙的第一大第二大银行 工商银行和建行都来找我们 那我们也就有这样的机会 帮他们也去做一些 这样的技术的探讨落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开始用P8了 所以准确的 我们用P8的时间是2018年 所以主办方当时 来质疑我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我们的整个数据库 这个云原生化的这个道路 如果是跟P8有关的话呢 时间点是从2018年才开始 并且我们在2018年 选择P8的时候 和今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去用P8的方法上 也是非常的不同 后面也会有一些介绍 然后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刚才说了 这个银联的最大的这个场景 里面的容器的数量 已经应该是已经超过6万了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还是可以稍微吹嘘一下 就是第一个 在金融这样的行业里 因为以前我们都只听说 像阿里腾讯这种大的互联网 才会有这么大的集群 但实际上现在在我们本土的 这种传统的行业里 金融的行业里 也已经有这么大的集群 这么大的容器的数量 而且是跑数据库的 这个都是生产环境 不是那个开康环境的 全部是生产环境的 而且是跑银联的 相对比较核心的业务的 比如说银联的云闪呼啊等等 现在偏互联网内的这种场景 都是跑在这个上面 好 接下去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我们去解决这个数据库 云原生化过程当中的一些 技术用的一些考量 我们每一年呢 都要为自己的方案 编一些比较吸引眼球的这个名称 宣传语 我们今年决定用的词呢 叫无缝 这个英文 simeless 大家应该能 如果是比较喜欢 跟随这个技术潮流的 这个朋友的话 应该能感觉到 这个也是我们 模仿和抄袭 这种所谓的叫serverless的 这个意思 对 但是确实 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讲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刚才听了上一位的 那个联想的那个 文杰老师的介绍之后 我们两个人讲的东西有点像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容器和 K8s 这样的云原生技术 看上去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服务于开发团队的 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好处 解决了这个标准化的场景 进向这个打包 对吧 然后解决了这个CICT 这个流水线的管理 甚至到后面有微服务 所以一系列的跟DevOps有关的 相关的好处 都是来自于容器和云原生 所以大家的关注的焦点呢 基本上就会落到这个 跟开发有关 但事实上到了今天为止 我们会发现 越来越清晰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就是 围绕着容器和K8s的平台的建设和 维护运维的这个角色 已经确实从开发团队 又回到了运维团队 那在过去的前面的五年里面 一开始去上这种容器平台的时候 大部分是企业的开发团队出面 来做这件事 但到今天为止 真的关心整个容器平台 和整个K8s平台的稳定性 健壮性的 基本上这个重任啊 又回到了我们的所谓的运维团队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 从事的这个IT工作里面 有做运维的吗 不多 其他的都是做开发的 那我待会儿讲话的时候 稍微注意点 刚才那句话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实际上现在分清楚了 因为容器技术刚刚出来之后 或者说K8s出来以后 一直到云原生 当我们讲这些技术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把它定义为叫PASS 然后呢PASS到底是什么呢 也比较难去理解 然后呢PASS的这个责任呢 很容易被放到开发团队去 但到今天为止我们讲的细致一点的话 我们如果要专入牛角间把它掰开来掰得细一点的话 实际上不管是容器技术还是K8s 它都属于叫container service 它其实是S的一部分 它应该是更往下 而不是更往上 只是它提供了一些服务的能力 能够朝上去为开发服务 但是它本身所处的位置 其实准确来讲是算S 所以相对来讲 又回到了我们数据中心的infer团队 技术架构团队 又变成了传统的 跟我们原来长时间这个运维虚拟化的团队 变成了这个职责范围是同样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说 我们从运维视角 怎么去看待K8s这些因缘性技术 这是一个从可能去年到现在 就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感受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的感受就来自于说 接下来我们去谈生一个对象了 又开始变成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运维团队 在前面几年有点别扭 我们打交道的可能更多的是开发团队 因为我们这样的公司呢 其实是从一路做操作系统啊 做数据库啊 做这种基础软件走来的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的生涯里面 都是还是跟运维团队打交道更多 在早期做容器这个生意的时候 跟开发团队打交道呢 总是双方都互相不太满意 我们讲的对方听不懂 对方讲的我们也不太能真理解 但就是想把东西卖给他塞给他 所以那个做生意的过程是非常有点便利 那到了今天为止呢 我们现在开始对话的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是运维团队的话 我们现在觉得可以对话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过去的多年里面 我们的运维团队的相应的一些这个技术人员呢 他被他也被洗了脑 说容器的事儿 KPS的事儿 或者跟DevOps有关的事情 都是开发应该管的事情 我们做运维的人是不应该关心的 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难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工作呢 是需要去帮运维团队 重新来认知和认识 这个云园顺者相关去处 这个U234这种所谓的全局化 标准化 自动化 自动化呢 是所有的跟云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好 或者技术也好 全球必用的啊 所以我就不展开解释了 只是说待会我会强调一下自动化 因为用KPS去做自动化 跟以往的用一些其他的工具做自动化 他的本身的一些精髓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面简单的来强调一下 云渊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云渊生的历史是还是蛮早的 但是我们现在嘴里说的云渊生呢 都是指这个CNCF基金会讲的云渊生啊 当然也是今天这个 这个KPS的这个Community Day的这个活动的 这个这个主主主要的负责方就是CNCF 刚才我说Docker活得很惨 其实背后主要的原因就是CNCF 这个在社区里面玩了一招很厉害啊 然后把这个这个Docker给玩死 是吧 那个包括到今天为止 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这个容器的这些技术都已经被打散了 虽然我们还在用 但已经我们明确不在用Docker了 那么CNCF的网站上的对于这个云渊生的定义呢 是一句看上去也不见得能让人马上就能够领会得很清晰的一句定义 那我把它抽象了一下 第一个是说它首先是一种面向应用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征是你要使用了容器或KPS 所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个人对于云渊生的解释就是 如果没有用容器就不叫云渊生 只有用了容器才叫云渊生 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讲法 但是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的云渊生如果面向运维团队的话 那么云渊生到底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因为在运维团队里面大家可能会忽略说 我们的稍微大一点规模的企业里 我们的运维团队其实除了你的业务APP以外 你还有大量的跟你自己做基础架构运维的应用 也要来管理 比如说大量的中间件 大量的这些开源的数据库 因为现在随着业务的互联网化 或者是叫开发架构的微服务化之后 产生了大量的你要使用的开源的这些中间件和数据库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给它起了名字 叫基础架构APP 它也是一种需要被管理的应用 而这种需要被管理的应用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其实相对来讲 跟开发过程是无关的 而它的这个要被运维管理的这个责任呢 又在运维团队 所以呢 相对来讲 在我们自己运维团队所需要管理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你要把这些中间件和数据库 很好的云化的管理起来的话 你也要用到语言顺的技术 所以我们想强调一下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为运维团队来讲 其实Kubernetes不是你的累赘 而是带来了一种新的运维的革新 这句话是我们想了好久才编出来的 其实业界不太有人这样讲 也是我们做生意没办法逼出来的 但我觉得有道理 我们尝试性的跟一些企业的应为人员做了沟通之后 发现还是能够得到认可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声明室已经最近会经常的被提到 但是声明室被提到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更多的是在跟开发有关 比如说声明室的这个API 但是很少有人会把声明室放到运维场景 我们又造了一个说法叫声明室运维 声明室运维是什么意思呢 相对于以前的一些实现自动化的手段 Ansible是一个应该说大家肯定都还比较熟悉的工具 几乎已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成为了 不管是开发人员还是运维人员 都自己就会去用的一个工具了 因为它特别方便 像Ansible这样的工具 在容器出现之前 他们就是来做自动化的 自动化的安装部署 自动化的一些配置的变更 那么现在我们去用容器 加上KBS这样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虽然画术变成了云原生 画术变成了云 画术变成了服务化 但是本质是什么 本质还是先做了标准化和实现了自动化 甚至老实说我们IT行业成业了快二十年 跟客户打交道 到今天为止 这个高大上的说法一堆 但本质上 从我们一个企业的IT的运维的角度来讲 目前为止 永远没做好和永远一直在做的 不停的在做的就是标准化和自动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KBS不是只是让你引入了一个平台来管容器 而是KBS带来了一种新的运维的手段 这种新的运维的手段的这个名称呢 我们现在先把它叫成声明式运维 这个声明式运维它跟以往的差别在哪呢 我们简单的来描述就是 所谓的声明是 在KBS的技术的核心体现里面 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叫CID加Controller 我们再把它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它让你的做法变成 你希望你的运维的结果是怎样的 你希望你做到的最后的状态是怎样的 先定义好 然后Controller是一定的这个实现逻辑 最终是由这套软件来保证 一定会达到那个状态 或无限接近的状态 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能不见得一下子就会让你听得懂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以前Ancibo的这种自动化是什么意思 我们把它起了个名称叫过程式 所谓的过程式自动化 就是指我明确的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 其实在这种过程式自动化 用工具之前 在更古老的状态里是用什么呢 脚本的 其实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年纪偏大的 有经验的工程师 当我们要去跟他交流新技术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阻力就是 他听完你洋洋洒洒地介绍完之后 他会非常成龙地坐在那边 撬摇摇摇腿跟你说 这有什么难的 我写个脚本就搞定 所以我们不是说 声明式或者新的东西一定比老的就好 但这是一种趋势 就是业界的发展到了今天 这一轮一轮的不停的迭代 不代表说今天的新的技术 就一定做了别人之前的技术做不到 或比他做得更好 但确实现在这个东西火 那么围绕这个新技术的这个生态就火了 这东西讲不清楚对错 这里也不展开 只是在这里简单地告诉大家 KMAS带给我们的 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管容器的平台 或实现了一个GuyWaps功能的平台 KMAS带来的是一种声明式的变化 这个东西的对于我们公司的感受 来自于哪里呢 是因为我们的开发人员 不停的要去看KMAS的圆码 在我们2018年决定用KMAS的时候呢 我们还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缘排 容器的缘排和调度的工具去使用 我们就很别扭 因为我们自己开发的程序 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过程式的 这种开发的方式 当我们用这种软件去跟KMAS对接的时候 甚至我们要包它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过程 后来我们的研发团队的工程师呢 就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跟踪圆码 去研究KMAS的这个实现的这个技术原理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他跟我开会的时候讲到了说 我们发现了KMAS的核心是声明式 所以我们自己要尽可能的要去贴近它 我们自己也要改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本身啊 我想今天这是一个跟KMAS有关的一个 这个社区活动 所以我们的这个交流的重点 还是在这个KMAS上面 就是KMAS本身 不是只是一个被你使用的工具或平台 KMAS带来的一个技术的变化 来自于它自己软件代码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精髓 就是声明式 我想今天先跟大家要重点强调这一点和分享这一点 未来你在做跟KMAS相关的工作过程当中啊 如果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话 可能是就是非常好 刚才因为做运维的同事人数相对偏少啊 那我就不多展开 但是稍微提一下 其实在做运维的这个场景里面啊 这两年发生了大的变化 就是由于我们不得不去IOE 所以我们或者不仅仅是这个啊 因为当年阿里去IOE这件事情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PR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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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意在里面啊 就是说真的把小型机去掉是不是对了 真的把Oracle这样的集中式的又强大 很好用的很强大的数据库去掉 到底是不是对了 不知道啊 因为刚才这个在会场外面 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 对定硅谷正在发生一件事情 有几个业界的大佬正在集中的写文章来探讨说 我们真的要用云吗 我们真的要用分布式吗 我觉得时间点也许是到了 包括我的客户经常跟我吐槽 说我现在用了云 资源铺天盖地 数据中心也不够了 就是哪怕我已经是庞大的这个银行 我在全国 我有很多地 我有很多数据中心 但是很快就不够了 然后最后还安心叹气说 还不如以前小值 那这种我们就不多展开 回到今天我们不得不面临 在这样一个云环境里的时候 我们在运维的这个场景里面 其实由于引入了大量的看源的软件 看源软件的特点就是 你 看源软件的特点就是不好用 就是不好管理 说的准确一点 好用可能不好管理 所以对我们运维人员来讲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要求和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哪怕你是做运维的 你也要看代码 甚至你也要自己写 你至少要为它补一个工具之类的 才能也许帮你管好它 所以就变成我们在运维团队里面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说 我就只是一个系统工程师 我只要去管理好这些基础软件就可以了 并不是 并且这个现象 现在已经从互联网 已经转移到我们平时打交道的传统企业里 我们跟银行这样的企业打交道多年 现在像这些大的银行 包括几个股份制银行里面的头部的银行 都已经成立了基础软件的研发团队 都会在操作系统啊 数据库啊 中间键啊 甚至包括K8S这样的软件的 这个过程 应用的过程当中 都有专门的人去研究代码 参与到社区的 甚至是提问题贡献 或自己写工具 或自己甚至 我一开始很惊讶啊 连我们大的银行都开始自己做开源项目 贡献 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虽然让我也有点吃惊 它真是在发生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即便是另外一团队 你也要去接受一句话叫软件定义 当然K8S这样的软件 开源软件 它有好处 它能够让你看到圆码 看到它的设计思路 看到它优雅的代码 所以这是一个开源的好处 能够把最先进的技术 这个让我们都想要看的话 都能看得到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会 我们虽然是做运维的 我们也要学会去参与到社区 去学习K8S真正的精髓 时间到了 OK 今天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啊 所谓的架构呢 只能是浅浅的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大概我们 绿色的部分是我们自己要去定制的 蓝色的部分就是K8S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用了一些模型的定义 然后呢 当然这个今天这个主会场 叫多级群 所以前面我也简单提了一下 我们由于要为进入行业 实现这个多数据中心的这个管理的话 我们的数据库也要必须是 能够跨数据中心 多级群的进行被管理 甚至要做这个一些飘移啊等等 快速 然后这个呢 稍微 我还有时间吗 还有两分钟 OK 我刚才最前面讲到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案 它能够容纳几乎所有的太原数据库 为什么会做到这样 是因为我们做了抽象 我们的整个这个思路当中 用的不是Pod 因为Pod 没有办法去hold住一个数据库的状态 所以我们自己定义了我们最小的被管理的这个部分 叫Unity 这个Unity呢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大块的蓝色是个Pod 里面是跑数据库实力的 但是在它的周围要把跟存储和网络 以及配置相关的信息hold在它的外围 这样的话 当Pod 这个益师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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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飘走的时候 这些状态信息会被保留 并且会快速的给到下一个新的Pod 所以我们管理的最小的单位 应该叫Unity 在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在一个这个开源数据库的场景里面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 Mancql也好 Redis也好 MongoDB也好 都是集群模式的 都不太会是单库使用 所以呢 我们的Service的意思呢 就是多个数据的节点 比如说你的一个Mancql的集群 可能是一组一重 或三节点都可以 同样类型的这个实例呢 就要Service 但是呢 在你一个真正的生产环节里面 要想能够保持高可用的这个状态的 这个服务呢 又不是单一的节点 数据节点能搞定的 那还有大量的比如说 这个做代理的这种路由啊 代理中间间啊 这种部分 那么这一类的和数据库节点 组合在一起 叫Service Group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是用了这种点线面的 这样的一个设置啊 来保证了我们能够去容纳 几乎所有的不同类型的开源的数据库 我我刚才列举的那些名字的开源的这些数据库名称啊 不是说吹牛啊 都是在我们真实的客户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做了 但时间有限这个有些有些部分我就快速跳过 然后最后 其实刚才那个也在在旁边听到有人讲说 今天的会上大家都是来做广告讲自己的产品 但是我那我是不避讳啊 我们肯定是介绍自己的方案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生意很难做 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也只做了这五个客户 这不是每个就不太容易能卖得掉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好就是说都还是比较大的 规模真的很大 但是我们最近这两年也做了一个变化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方案 是不是真的只能卖给这么大的客户 因为刚才联想的那个老师交流的时候好像也有人提问啊 到底什么规模的企业才能够适合用这样的解决方案解决问题呢 我们后来也发现不能把我们的生意只局限在这样的客户身上 因为这个全宇宙有名其家 因为要拍就没生意可做了 所以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 包括今天的对回应一下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 K8S精髓并不是只是用来管理大规模的这个集群的 K8S精髓还是声明式 声明式当然再加上容器带来的标准化 它实际上帮你这个企业的IT的环境里面 带来的是新一代的自动化技术 这跟你的企业的IT规模的大者小都关系不大 所以说相对来讲 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前景对于K8S来讲 还是非常好的 哪怕你是一个不是那么超级大的规模的企业 你的IT也应该要引入这个像K8S这样的云原生技术 对你的整个的IT的这个环境的运维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 大家有问题吗 我这个问题其实可能 因为这个早上的话听到那个昆仑配 好像和您现在的产品相似的地方 那可能会有误会 那很多客户都会有这样的误会 以为我们是封装数据库的 我们不对数据库做任何的侵入 就是你是困难Base 你也可以跑到我们这个平台上 包括我刚才列举的那个产品的列表里面 还有TidyBee 还有Allspace 因为这两年现在开始讲国产化了 所以我们就是看完关系门来讲的话 现在哪怕是Baseco也要被去掉 对吧 就是你是开源的免费的 你也不能用 就是所以说我们要 对我们来讲 我们没有对数据库做任何的分装 就是你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库 对我们来讲都是透明的 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要不要待会儿回后再 好